今天的发生话题我们要带大家来看到的是 受到了谭美台风与东北季风共伴效应的影响 气象署启动较大规模或较剧烈豪雨作业 甚至罕见的在今天晚上8点30分加开记者会 要提醒民众周四周五雨势预测 恐怕有半个台湾紫红一片 而有气象粉砖台湾台风论坛指出 欧洲模式最新的预测显示 谭美台风的路径可能会出现戏剧性的大回转 要持续的关注留意 海浪汹涌还卷起4公尺高的长浪 绿岛一早刮起强风就连路边机车也被吹倒 绿岛和蓝雨的船班连三天都取消 受到谭美台风与东北季风共伴效应影响 气象属启动较大规模或较剧烈豪雨作业 甚至罕见加开记者会要提醒民众周四周五雨势预测 恐怕有半个台湾紫红一片 还有专家预测宜兰花莲地区冲击最大 要严防大豪雨预估共伴效应 周四最为显著 预测是在蓝雨恒春半岛跟澎湖 甚至可能会有局部12级左右的强阵风出现 浪高甚至会来到6米上 海况上来说是非常的恶劣 台湾台风论坛po出欧洲模式最新预测显示 台美台风进入南海抵达越南之前 可能出现大回转 推测是导引台风西行的负热带高压瓦解 加上东方热带系统发展起来往北拉上去 而关岛附近海面又有热带性低气压发展 若进一步升格为台风的话 专家也忧心可能牵引台美台风的速度和动向 24号天气最不稳定 北部东北部要留意局部大雨或豪雨 山区强降雨还可能持续到周五的清晨 要特别留意 记得综合报道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我的支持